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动能的定义哦 当初为什么科学家会去定义动能这个名词呢 那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个物体质量是m,初速是v0 那我们有用定力f去推它 让它的位移是s,然后它的速度变成了v 那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看 有力就有加速度 这个物体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它的速度呢会增加 那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看 它有力,有位移,所以有做工 那我们就来想啊 那我们做的工跟这个速度的变化量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从数学式呢来看一下 外力做的工呢是力跟位移的内积 那我们从牛2可以知道f等于ma 所以我们把这个ma带过来 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乘上位移 那as很像很熟悉哦 我们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就有学过 墨速平方等于初速平方加上2as 所以这个as在这边 我们把它带一下 它会等于2分之v平方减v0平方 那我们把它带进来 整理成相同形式的式子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工是能量 能量,所以这两个一定也是能量 那它因为是在描述物体在运动的状况 有v有v0 所以科学家就把它叫做什么动能 动能就等于2分之1mv平方 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有个物体质量是m 速度是v 那我们就说它具备了动能2分之1mv平方 那m的单位要用公斤 v是每秒公尺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外力做的工其实就等于什么 墨动能减初动能 那也就是动能的变化量